大部分的中東人都很喜歡吃甜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甜品在中東地區都可以買得到 不過,在亞曼有一種甜品 就是這裡可以吃得到 帶你們去看看 我這麼喜歡甜品 怎麼可以錯過任何一個國家的甜品 這次要帶大家 吃一種叫做Omani Haruwa的甜品 一進來就受到熱情的招待了 完全展現了阿拉伯人好客的個性 唯有用錢好好回報他們 現在這個是亞曼最有名的甜品 其實是整個中東 只是亞曼才有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種不同的口味 但都是同一個甜品 第一個就是加了番紅花 旁邊這個是加了玫瑰花 就是玫瑰水 最後一個就是加了魚香 是很有名的 這個是無花果的 現在來試試 這個番紅花的其實不太喜歡 不過它的番紅花味道是很香的 現在來試試這個魚香的 它的味道是甜甜的 但吃起來其實有點像香水 而且你可以發現我在這裡試吃的時候 都是用同一種匙巾 這個其實是他們的傳統 就是一人一隻 然後會試吃完全部的口味 旁邊有搭配阿拉伯的咖啡 一起配著吃 然後來試試這個玫瑰水 這個玫瑰水 是剛才很出名的 因為它們有一個綠珊 上面還滿了玫瑰 它們會把玫瑰水加在甜品裡 但吃起來有種煙酸的味道 就是煙酸,好像烤果一樣 最後一種了 無花果,還可以吃到這個玫瑰水 好了,通常這些甜品店 都可以自己試吃 但像我,吃了後來 其實很少分別 但你吃完一個 可能會記得 你認識這個的時候 你就不記得第一個 不過我知道我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的就是魚香 所以待會我們要買一個魚香的回去 試吃完之後 還坐下來跟老闆談了很久 喝了幾杯咖啡 不買一點,好像不太好意思 幸好我喜歡吃甜品 否則阿拉伯的甜品 真的會甜到牙通 讓我買一盒回酒店慢慢吃 好像一本書 我買了魚香口味的甜品 然後它半公斤是Turi 大概160元台幣 而且可以整個月都可以防住 看 整個月吧,我可以慢慢吃 不用怕 在我 psychological也就吃得不到 這個媽媽 我喜歡吃甜品 吃甜品 我喝得成某 自己一起吃 我會做一些甜品 而且好吃 好吃 Along我 賣血 吃甜品 吃串